老板 你的这个 这个冻中来 没有花生的 他会开玩以后 变成这样 没有 我不得w 不是这样的 不得w 可是如果我说 不过手 没有人就会 父母的 不过 我都没了 泪太喝池水了 怎么会 变成这样 甩成这样 没有人 变成这样 所以 现在没有四家 你认识你认识的感觉吗? 几十人都不知道说什么 几十人都不能够得 这么多的 真的贴了吗? 现在我说你都给你 三个关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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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开喔? 是好开喔? 好开啦,就不来 好开喔 好开喔 我期待你 你去看了 好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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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位朋友呢 他是种不能尿尿 百般酒 所以 我会跟他学习 求他了解我的水 但是他跟我说 我只丢百般酒 所以我去路本酒 把路对来 然后把路过丢丢 那些阿龙 擦一支牌 然后 不能尿尿 我就说 如果他说等好了 再找我 我就跟他说 这样的话你就要 现在就要找我了 我把今天 然后其他的 选择都放掉 我过去找你 所以呢,我就跑到Shineshine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就跟他说你过来 然后就叫他去买水 他就买了十桶 本来是买五桶 最后就买多五桶 然后呢 就在那边坐着的时候 我就跟他了解这个水 就让他喝 刚好他喝下去不到两杯 我拿我的喝的水 那个桶的就是放一种 霜奶的那个空罐 放水给他喝 然后他喝了差不多一罐 一下子 一下子 他的 他的那一个尿袋里面 就流了很多的尿 然后他就在山上的楼下厕所 去倒掉一次了 倒了过后呢 又再继续的喝 然后 因为他是驾摩托来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水 带到他的工厂 所以我就用我的车 帮他载去工厂 载到工厂的时候呢 他就介绍给他的秘书 他秘书看到 哇你的这个尿袋 为什么这么的color 是白白白色这么轻 他就说我刚才在喝这个泰鹤池水 很神奇哦 喝下去哦 我的这个尿就是这个color 所以我就访问他 所以在视频里他有讲到说 从小到大他的尿都是黄的 没有一颗是这么样的清洁过的 我以为说他是去医院了 五天在医院或者不能尿尿的 他这一个时间才会黄黄的 原来他告诉我 一生人中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 白色的这个 他的尿液就是这么清洁的 所以这是他跟我分享 也跟大家分享哦 其实也鼓励大家真的要争取 我们的健康人生太短暂了 我看到他整个吊着一条拜 吊着一个袋子这样子 跑出跑进哦 有尿多少尿液都会看到哦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没有了健康 人生就是这样的样子都要去面对 所以愿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也能登场 是挺松心的 然后我们我们就在一个 和我们一起谈设 第一次请过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跳 我们一起跳